大家好 各位早晨 我對這部《Mortal Kombat》是沒有任何期待 因為我幻想不到有人可以拍這類電影 例如我幻想不到有人可以拍《Street Fighter》 另外一部《Fighting Game》 因為拍得出來是好看的 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我簡直是幻想不到 所以我對這部電影是沒有任何期待 本來已經 但我的意見未必跟所有人都一樣 例如90年代 Paul W. S. Anderson 專拍攝攝影機 他有拍過《Mortal Kombat》 我覺得那部電影是很困難的 但不知為何很多人很喜歡 那是他的上位作 所以我可能對於這些電影 那個口味跟很多人不同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當然我在這裡說 我只能說自己的感受 但是你也不應該給我的意見 左右了你 這部電影 我好像剛才所說 我本來對這部電影是沒有任何期待 但我 我想有四五個聽眾 在私人訊息給我 或者在我YouTube的影片留言 他們問我看了這部電影 很微微 還有他們說 喜歡 好看 爽 還有他們就預言 我會給私家或者以上 他說起碼私家 幫我給分 因為他們這樣說 因為我的聽眾 有聽開 我想我們的口味 應該都是有少少相近 因為我覺得看電影 很多時候就是講 口味 你也很難畫 目標的 這部電影 很多時候就是口味 左右一切 我在想 在這裡幻想 會不會 我也有可能會喜歡這部電影 所以我就 變成抱有少少期待 去看這部電影 後來就變成了 這部電影的故事 其實我也很難說 總之就是 地球有一班人 然後在地球以外 他們叫做 Outworld 好像是Outworld 地球以外 另外一個世界 有一班人 這兩個世界 他們之間 歷年以來 歷世紀以來 他們之間 有一個鬥爭 他們定期 會兩邊 地球 和另外一個世界 會選擇一班人 出來 互嘔 決鬥 有個 Tournament 然後決定 哪一邊 贏 不知道怎樣發展到 他們之間 有個規矩 就是 如果哪一邊 連續 地球贏 十次 我記得 好像是 會變成 永遠的 贏家 例如 另外一邊 如果他連續 地球贏十次 地球永遠都輸 地球 歸於 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管治 有個規矩 這齣戲的背景 就是 對方 地球以外 已經贏了九次 還欠最後這一次 為了贏最後一次 對方 用盡矛 然後 無厘頭 去攻擊 那些地球人 那些 這齣戲 那些主角 當然在地球 有一班人 這齣戲 很多 就是 是說 他們怎樣 被人 招呼 然後 他們就開始 練習 例如 出絕招 去發掘自己的 超能力 例如 噴火球 射雷電 射雷電 射雷射 射激光 人人 都有不同的特技 就像X-Man 然後 就是 打 大概是這樣 那一個故事 他有其他資節 這樣 但是一個故事 就是兩邊 打起來 總之就是 這齣戲 那些 我需要不需要說 那些演員 這齣戲 其實那些演員 我覺得都OK 其實 我覺得 起碼樣子不差 我覺得 我覺得 這些videogame 然後 轉做 真人做的 電影 我覺得最重要的 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 那個樣子 不會在轉化的過程中 變拆了 因為 有一些戲 我覺得 《Resident Evil》 有好幾集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第一集沒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第二集 第三集 開始出現 Jill 那些 開始變了 有種味道 好像在Cosplay 但是 你是一齣電影 不應該有 Cosplay 那種 味道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 真人的演員 他又要 扮演 動畫 又或者 是 videogame 裡面的角色 很容易 就會出了 Cosplay 那種味道 我覺得 在這齣戲裡面 起碼 Cosplay的味道 不是 超濃厚 很多角色 都沒有超濃厚 我覺得 Skorpion Sub Zero 他們的樣子 都OK 可能因為 他們戴面具 可能 他們 也有這樣的可能 我覺得 噴火球 那個人 挺帥 很大隻 但是 也有樣子 不好 那個 對方 好像叫上宗 那個角色 對方 那個大奸狗 他戴假髮 在扮演 古代人 那些 那個角色 的樣子 有點臭 但是整體來說 他們的樣子 是比我想像中好 整體來說 我不覺得他們的樣子 很臭 而且 這個系列 裡面 有一個女角 是很大個口 那一個 我在看之前 我在想 如果他要在畫面上 呈現 那個角色 他怎樣做 結果 結果出來 比我想像中好 比我幻想中 我想著 那個角色 他做出來 一定會出事 但不是 那個效果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 那些角色的樣子 是不錯的 演繹的 就不要說 這張戲主要是 看打架 所以說樣子 就夠了 至於那個故事 我覺得 很多時候 這些電影 其實我不認同 因為有些人 有時候會在 動作片 然後我評論 動作片 有人會留言 看特技 和動作 好心 他們說笑 只是打 但我覺得 那些電影 是不可以的 我覺得 一齣電影 是不可以 只是打 我覺得不可以 例如 那幾集 Transformer 就是這樣 變形金剛 從頭到尾 很多時候 打了兩個小時 連續打一個小時 好像第3、4集 他出戲 兩個半小時 然後打了兩個小時 但是 他會打得很悶 其實也是 不是說 有大場面 扔很多錢 去有特技製作 就好看 那些場面 也是可以看得悶 所以我不認同 我覺得 動作片 都需要有故事 才可以 但是 在這齣電影的狀況下 如果他的故事 說到這樣 我就覺得 真是沒有故事 好說 因為這齣電影 看看 我覺得 那個故事 真是 它真的有 左頭左勢 因為他嘗試 去說故事 特別是中段的時候 這齣電影 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挺有趣 因為他好像 打得挺好看 但是他做了不久 之後 他開始嘗試 去說故事 即是他去發掘 他裡面不同的角色 一些他們失望 又或者他們 一些軟弱的地方 例如有些人掛著老婆子女 有一個 就是 很介懷 即是他沒有被選擇 做 有超能力的人 即是他 逐個角色 他都有說少少 但是他又說得不好聽 那個故事 又不是特別有趣 OK 那些對白 又不是寫得好 這樣 然後那段 我覺得很悶 即是他在那個故事裡面 即是他都有 有少少少打架 但他的打架 是練習 那些打架 即是不是生死傷薄 會死人 那種打架 所以那段 我覺得不可以 當他又再打起來 我又覺得OK 所以我的結論 就是 即是他不打的時候 真的不好看 那些部分 但那些部分 其實也不少 他都嘗試說 挺詳盡的故事 其實是 OK 但是是不好看 所以令到這齣戲 有點不平均 至於那些打鬥 我不覺得特別好看 即是我覺得很多 拍得最好的那些鏡頭 其實已經出現了 即是這齣戲 我覺得 有兩個角色 是打得好看 即是那個 即是噴冰那個人 以及那個 Skorpion 都是好看 所以這齣戲 因為他們有出現的地方 就是這齣戲 開頭的地方 以及結尾的地方 所以這齣戲 所以這齣戲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兩個 一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出 很多超能力 但是我好像 都打得頗好看 都打得頗好看 即是那一部分 令我有點驚訝 但是 他們兩個沒有對陣 之後 過了 即是當那些打鬥 不包括Subzero 即是其他角色 在互打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 弱了很多 為什麼這樣 掉了很多 所以我又覺得很悶 這齣戲 直到最後 那個 Skorpion 和Subzero 在那裡 對決的時候 我就覺得 咦!不是! 這齣戲又突然變回 多好看 所以 這齣戲給我的感覺 是這樣的 但是 即使是最後 對決 都有失望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的對決 我覺得是比較簡短 我覺得是好看的 但是很簡短 還有 即是 你鋪陳了整齣戲 我就是想看他們兩個 那齊 誰知道 故事發展下去 打打打下 有另外一個角色 他又加入 哈哈 哈哈 因為我看到那裡 我覺得 你走開吧 我想看 齊秋 我想 Zero 和Skorpion 他們之間都想齊秋 那個人走進來做駕倆 做什麼才行 所以看那裡 看得很猛 我想他們要走開 哈哈 這樣 OK 所以這齣戲 其實就比我想像中 好的 其實是 因為九十年代那齣戲 我真的很不喜歡 我覺得那齣戲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 很便宜 但不知為什麼 很多人很喜歡 但是 我就一般 我覺得這齣戲 起碼好過那齣戲 我覺得是 但是 那個故事 又不特別好看 有一些部分 甚至是沉悶 和很無聊 而且他那些計劃 他裡面說得好像懶有辦法 是很白癡的 例如他其中有一部分 他那個計謀 就是 我們 我們 我們把那些壞人分散 他 然後我們過去和他 隻抽 然後有人問他 那我十四六怎麼辦 那些人很好打 他說我們不要打他 我們去到最後 我們合力打他一個 那就可能打得贏 他的計謀是這樣的 但是 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可以把那些敵人分散 那為什麼你不所有敵人 你都去圍偶 他 知道嗎 知道嗎 你把那些敵人 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一群人去圍偶 為什麼要把那些人分散 然後我們派一個人去打 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是嗎 理論上 如果你要 成功的機率 你應該對 對方 每個人都去圍偶 他又不是 只是其中一個人 我最初在想 是否因為規矩 或者各方面 所以他不用這個計謀 誰知道他最後又不是 其中一個人 他說他牛為牛 完全不合理 OK 隨便吧 不過 這齣戲我不覺得特別好看 我相信我不會翻看 如果我有興趣想翻看 裡面某幾幕的打鬥 我想我會就這樣 上Youtube那裡 即是按回那一段來看 但我不是特別喜歡 這齣戲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就是C 低於那位 預言安會給C家的聽眾